观地藏古佛 我们比较陌生 所以我们来熟悉一下 地藏古佛的原有 曾经有位善良又孝顺的女孩 叫观木 她侍奉父母及信心周到 可是她的母亲见不信善法 并且特爱吃鱼籽 杀生无数 所以时候便落入地狱受苦 观木为了救母亲出苦 便将家中财产全部变卖以作功德 希望为母亲赎罪 后来她的母亲 曾这些布施供养的功德力 处理地狱 升天降福 而这位校女就是地藏王菩萨的前身 所以地藏王菩萨 她是一个非常非常孝顺的女孩子 叫做观木 所以她后来能够成就地藏王菩萨 就是因为她对她的母亲 非常的孝顺 母亲爱吃鱼籽 鱼籽就是把一条鱼杀了之后 里面她怀了很多 这个将来要孵出小鱼的鱼籽 那等于说一个鱼籽就是一个小鱼儿的生命 那爱吃鱼籽就杀了很多很多 杀生无数 所以后来死了之后就堕入地狱 那这个观木为了救她母亲把家财 家中的财产全部都变满 做了功德 回向给她母亲 为她母亲赎罪 后来母亲因为她的这一些布施供养的功德力 而出离地狱 升天降福 所以这一位校女就是后来的地藏王菩萨的前身 那我们今天看到地藏王菩萨她有一些救度的华宝 她到地狱去发心去地狱救度众生 所以她身上会有一些华宝 这是因为她的发心 小佩来帮我们读一下 地藏古佛的救度法宝 掌上明珠 光射大千世界 地藏宝珠 又名模拟宝珠 宝珠放大光明 光明所到处 能为人们消除一切疾病 痛苦 灾厄 使人们得大智慧 大福报 有无量功德与福气 手中经洗藏 正开地狱门 洗者清夜 藏者能除烦恼 出三界 能为人们断除五欲 灭三毒 贪嗔痴 得智慧 帮助我们消灾正宅 其藏也象征法力 威严 能正开地狱之门 另一切众生都能得度 我们看到地藏古佛 她手上有一颗明珠 那一颗明珠 叫做摩尼宝珠 可以放大光明 然后这种摩尼宝珠所照射的光明所照射之处 就能够为人们消除一切的疾病痛苦灾厄 尤其在地狱 很多众生在那边受苦 地藏古佛身上的那颗明珠 就能够让他们暂时消除一切的苦痛疾病 让人得大智慧 让人得大智慧 大福报 有无量的功德 还有她手中还拿着一颗一支习藏 一支手拿着明珠 一支手拿着习藏 金习藏 这个习者清也 藏者除烦恼 除三戒 意思就是说 这个习藏能为人们断除五欲 灭三毒 然后得智慧 帮助我们消灾 正宅 西藏也象征华丽的威严 能正开第一支门 令一切众生都得度 地藏古佛的救度法法 二 地藏王菩萨的座椅 地听神诀 传说 地藏王菩萨的座椅是一条白诀 而苟得天性忠诚 故被地藏菩萨收为座椅 地听四支神诠 坐立可听八百里 沃尔可听三千里 通晓佛里 避邪恶 人们将之视为吉祥的象征 地藏王菩萨也有一支座棋 这支座棋是一支神诠 这支神诠特别厉害 他坐着的时候可以听八百里 沃尔的时候可以听三千里 而且不只是听得到声音 还可以通晓佛里 避邪恶 所以人们将之视为吉祥的象征 地藏王菩萨为什么会有这些救度的华宝 因为他的发心 他要救度 地义 一切地义的众生 地义不空 事不成佛 一个人的发心发愿 上天相应的就会给你各种的法宝 有形无形的法宝 智慧宝 像这个摩尼宝珠 西藏 神犬 这些都是因为地藏王菩萨的发心 好的